自当全高远 风云高 一个白纸运动 因为风控和限制了人们的活动的时候 引起了中国广大地方的民众 在各大的城市举白纸抗议这些风控 这些事就蔓延到 不止在北京上海 还连接西安 东北 广州 深圳 甚至香港 加上日本的新宿南站都有人示威 规模也很大 比起以往我们说的八九六四的时候 只是限于北京或上海 广州三个大城市的示威 复原更加大 这个白纸运动 方兴未艳之際 突然间官方就解封了 将很多的风控措施和疫情所实施的措施全部取消 一下子整个白纸运动就盖牌 就收工 这个情况 再引伸下去就出现了 现在 所谓的中国式与病毒共存 突然间 动态清零这四个字 销声匿迹 现在整个中国大陆 一夜之间 将那些荒仓 人员撤离 要趕他们回去 接着无征壮 无发烧 又叫他们上班 接着最奇怪的 我们上一集有说 就是北京 宣布那些婚宴 可以继续举行 还有 也开放北京本地的旅游团 一下子 这个湾扔180度 扔到人都云船浪 因为以往 大家都知道 只要有一宗 出现了之后 整个小区 门板都钉了 不准出入 是不是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 开放过香港 涂先生 这种急变 我唯有就是 揣测 因为 恐慌 这个白纸运动 会不会蔓延开去 令到 管治阶层担心 这个 不是为了民主 而革命 是为了 这些这样的 疫情的风控 而革命 但是这方面 你千万不要以为 是完全转式 因为这个 叫做中共总书记 这个 习近平 本来在2020年的1月 他就出席这个 叫做世界经济论坛的 视像会议 在视像会议里面 我们看看 他到底 中国想着 走一条什么路 实现共同富裕 但不是搞平均主义 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 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把蛋糕分好 水涨船高 各得其所 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好了 那我们看看 习近平 刚才的片段里面说什么 他说中国要实现 这个叫做财富平均分配 这个财富平均分配 所以他说 不是实现这个叫做平均主义 他说是先要将蛋糕做大 蛋糕做大之后 是透过这个叫做合理制度化 然后是将蛋糕分好 那么蛋糕分好之后 他认为自然会水涨船高 就各得其所 就令到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 更加公平 以及为及全体人物 这几句说话 就是他向外国人说的 我常说中文里面 是很多语言陷阱 就是很多词汇 你一听听下来 那个感觉是很大 因为它缺乏细节 他说 这个叫做实现财富平均分配 就不是平均主义 好了 为什么不是平均主义 他说要将蛋糕做大 怎么将蛋糕做大 这个叫做实现财富平均分配 还有将蛋糕做大 以习近平个人这种语言 都是意识里面 有一个政府 还有一个叫做计划 还有一个干预 这个叫做实现 叫做财富平均分配 谁分配 当然是政府去分配 由共产党去分配 好了 你分配的时候 是怎么为止平均 OK 但是我们看看以前那种说法 叫做速实现 这个叫做全民进入小康 这个叫做全民实现小康 全民实现小康 那个语意来说 就是给市场顺其自然 令到很多人 在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制度里面 是慢慢去致富 这样就叫做全民实现小康 全民实现小康这个说话 你感觉不到 是有一只政府的无形之手 去怎么样去分配 怎么样去巩固 还有怎么样去做蛋糕 是没有的 但是你说叫做财富平均分配 这个主语在哪里 英文里面说叫subject 当然是共产党的平均分配 这个是1950年毛泽东那时候打地主 还有这个叫做没收土地 还有是强硬逼上海的公司 还有工业企业 是公司合营 就是由共产党用手 去强力去平均分配 所以财富的平均分配 还有这个叫做实现全民小康 是两回事 OK 好了 然后先将蛋糕做大 蛋糕由谁做大 美国来说 蛋糕是不是由拜登做大 英国来说 是不是由新委成为英女皇去做大 不是嘛 英国后来怎么样会变成殖民主义 还有殖民地变天下 蛋糕不是由在伦敦的英国首相 和那个英军 加上英军去做大的 是由东印度公司 是由一个航海的工业的发达之后 还有人的行动自由之后 才是那个蛋糕自然 是由民间来做大的 共产党是做大不了蛋糕的 你只能够是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合理 比如说 这个香港 在1967年暴动之后 进入这个叫70年代 经济起飞 难道是麦里豪走来 去做大蛋糕吗 对不对 香港是一直都行低碎制 简单碎制 蛋糕怎么做得大呢 就是你给一个自由的环境 一个普通法的制度 一个是可以自由竞争 和有法治保障人的权利 和安全的环境 蛋糕自然会自动 发泡变大 好了 然后要将蛋糕分好 就是要距离分 哪个分 你习近平一个人 切生日蛋糕这样切 当然是交给各省市 那些共产党地方官员去分 他有没有质数分 他怎么分 分的过程里面 会不会分两个 而自己带一块 到自己的子女 和老婆 或者二奶那里 是吧 然后他说水涨全高 觉得其所 这些未免是想得太简单化 所以这个叫做 叫做财富平均分配 我们看刚才他这一段说话 你知道有很多逻辑的谋误 是 是吧 这个财富平均分配 他直至到二十大 开幕的时候 习近平去发表工作报告 是亦都四次提到 叫做财富平均分配 是吧 财富平均分配 是和实现全面小康 是有冲突之处 因为现在中国自己 是已经宣布了 是已经实现了小康 他自己说的 既然已经实现了小康 你还需要财富平均分配呢 还有一个 我认为是很基本的 逻辑 谋误问题 在共产党的管治之下 或者统治之下 其实 做大个饼 和财富平均分配 这两者 是互不相容的 因为基于历史的证明 在共产主义或者叫做 在一个叫做大锅饭 平均主义之下 其实 任何饼都会越做越小 因为我做大了饼之下 我要平均给人 这点是人性来的 马克思的理论 常常忽略了人性 所谓这部分 所以如果他说 在做大个饼之下 又可以平均分配 这两者 是基本上不相容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你做大个饼的一个大的 有因 就是我去累积我个人的财富 我不管你是投资 你是自己开加班 还是你自己找一些 手作仔拿出去 那条街上买 你所得到的利益 全部袋入你自己的袋 你会不会分给隔离屋呢 你会不会分给个不识的人呢 不会的嘛 如果政府要在你赚多了的钱里面 拿出来分给其他人 那其实就有些似什么呢 有些似比如说 北欧或者现在英国 这些高税制的国家 大家都知道 英国的税制是累进 累进到某一个 我都叫多高的税阶的时候 是四成半的收入是要纳税的 所以很多富人 或者很多专业人士 他宁愿不去到这个税阶 或者不去立这个税 他留多些时间给自己 或者其实他换一个 所谓work-life balance的生活 这个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性 你将我比较 如果我要赚多些的时候 我要立成一半的税 可能我的动力已经不太大了 何况还不是说人工 是说你的财产 财富你要平均分配 这个税只会越做越小 而不会越做越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